作为龙族中最惨的一个角色之一 她的结局可以说比看似坦丁更加让人心疼 而她的死也让曼迷愤怒不已 你知道这位女主是谁吗 她就是杉杉惠离一 由于惠离一体内的龙血过于纯净 天生就能使用龙吻 所言皆为龙语 可以毁天灭地 这也导致了她不能随便说话 很多时候她都是用纸笔来与人交流 因为她怕控制不住自己的阎林之力 所以不知情的人还以为 惠离一是哑巴 她也仅和陆明飞说过两次话 因为惠离一的眼龄太不稳定 所以她在20岁之前 几乎都是被关在家里 不能随意离开 而她最大的愿望 就是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但家族的人以及亲哥哥 都不会满足她这个愿望 唯独只有陆明飞 愿意带她逃出去 在和陆明飞相处的日子里 也是惠离一一生中最开心的时刻 她也是惠离一唯一信任的人 可惜陆明飞最后 还是把她送回了家族里 送回了赫尔佐格身边 导致了惠离一的死亡 看过原著的小伙伴都知道 惠离一最后在简化的过程中 被赫尔佐格透干了血液 就这样一位善良的小女孩下线 当陆明飞下定决心 去救惠离一死 已经晚了 那么小伙伴们 如果陆明飞不把惠离一送回家族 惠离一是不是就不会死呢 下方评论区说说你的看法吧